導彈豬是都要跟粉露鳥搞對抗 今天約好要挑戰對方 歡迎大家來到澳門16號的 Angry Birds Play Center 這裡有超過6000平方呎 六大主題的場景 讓大家展開大冒險 Are you ready? Play! 第一集是粉露鳥海灘 粉露鳥隊要保護鳥蛋 然後送上飛船 而導彈豬隊就運鳥蛋上滑梯平台 而且還可以趁機按飛船開關鍵 一按鍵就把鳥蛋倒下來 一分鐘內收集最多鳥蛋為之贏 粉露鳥隊一枝箭地衝過去飛船底 摩托手地把鳥蛋放進飛船輸送館 而導彈豬隊就很聰明地利用滑梯提高效率 還要有機可乘,按飛船開關鍵 不過說這麼快就給了一枝尷尬 一看就知道粉露鳥隊獲勝 豬豬隊要努力追回才行 現在我們就移屍去 擊退豬豬區 為了保護粉露鳥島 粉露鳥隊要用彈彈砲射走敵人 而導彈豬隊就要帶著公仔 閃避炮彈 看看一分鐘之內可以射中多些 還是被倒多些 走呀 放心,就算被炮彈波波射中 也不會痛的 粉露鳥隊眼界不錯 不過導彈豬隊身手真的很敏捷 救走公仔 倒彈豬隊成功完成任務 暫時打和 馬上玩最後一關分勝負 正所謂走得快好世界 兩隊來到粉露鳥大街 就鬥快用電動車 運送鳥彈到終點為之贏 小車手們記得要注意安全 撞到東西當然要扣分 連最高難度的發覺彎都考慮不到 那就打成平手 好啦,我們今天各位小朋友 都非常努力地完成我們的挑戰大冒險 我們今天不如一齊頒獎給大家 站上我們的頒獎台 我們今天還有Angry Bird 做我們的頒獎嘉賓 我們一齊都可以有雙冠軍 頒獎給你們 先拍一張漂亮的大合照 Yeah Angry Bird Space Center 佔地六千尺 打造出六大主題場景 剛剛玩完其中三個 講到機關重重 當然要挑戰珠珠迷宮城堡 去到綠珠海盜船 可以自創花式 由旋轉滑梯滑到海綿荒廢池 而軟體炸藥區 有很多巨型的軟植木 讓你發揮創意 相信家長希望小朋友玩得開心之外 都會非常關注衛生問題 不如這時候就帶大家去看看 Angry Bird Space Center 的消毒情況 每日四次清場消毒 加上每星期由專業的清潔公司 進行茶樹油噴霧消毒 最緊要玩得開心又安心 充滿活力又有勇氣的小朋友 快點來跟粉魯鳥一起大冒險 來粉魯鳥遊樂中心玩得這麼開心 當然不捨得走 不如帶著可愛又可愛的 粉魯鳥精品玩具陪你回家 來十六浦隨時有驚喜 下一位幸運兒可能就是你 今天有一個好可愛的交通人物 正式進駐澳門十六浦 不如問問我們的朋友 知不知道他是誰 Hello 你好 好 你知道這是哪一隻交通人物 正式進駐澳門十六浦 粉魯鳥 沒錯 送花風來來試試給你 來十六浦玩得開心 好 好 想收到十六浦最新資訊 還可以透過不同途徑 快點加我們吧